十点十五分的时刻 我补充说了一个话 还听到川普 然后有人说 怎么三经总司令 怎么还不如我家的什么 怎么管不了什么 说的那件事情 人家在梦里说 川普应该是三经总司令 怎么管不了这个管不了哪里 因为川普实际上被写上当初 这以前的事 实际上被写上总统了 但是DX的事件太强大了 把他架空在哪边 除了他努力自己在做的时刻 现在只会不通 经常一家公司里面 有一千个员工 很多人是在代工 或者是偷偷的 对着干 能做的事情都是从亲自去做的 亲自去做的 亲自多数他做的 或者他家人 有一部分在里边 都在免费打工 在外公里边 他做出来的事 主要是他亲手去做的 或者家人多数他去做的 要动到其他系统能去做的话 在代工嘛 故意代工嘛 所以人家绝对不可思议 原来什么部门都被他们架空了 架空了 所以现在全美国人突然一下子进行过来 原来川普刚才在四年当中总是被人家架空了 架空了 架空以后 然后人家道歉什么之类 早就都准备好了 之前呢 在前面是那个2016年呢 那次选举 是大家没太当回事 以为没有川普的系统 所以他们那些行动系统啊 没有开中马列的 来给他挖坑 对他干 所以居然险上了 险上的是又小看了他 在这个点票点上了一个 然后才少了一个人就发现在那个窗口上了 然后后面他们就 一人在给他对着看 挖坑之类的 然后这一次啊 这一次啊 人家一开始也是梦在鼓地 突然前几天 几次那个什么法院庭审啊什么之类的 暴露出来的 原来都是被架空的 人家都在干坏事啊 对吧 对吧 一下子民众清醒了 清醒了 所以要盯上去哪些贼啊 要盯上去哪些贼啊 不然的话 川普又被架空 又被偷了 所以突然就有这几天 把大部分民众啊 意识到这个问题了 是这么一个情况 好 知道了 再见 再见